出發 安打出來了 那他們的革命結束了 在第14個滿壘的 滿壘情況下的打擊出現安打 而且是黑豆葉竹萱 出發 結果這球穿出去了 那這樣子還要回來兩分 而且一壘上的跑者呢 是上到了三壘 打者上到了二壘 這變成是一支長打 這球打得很強勁喔 梁家翁要用一個正面擋的方式 也來不及 沒辦法擋下來 那照剛剛的數字的話 就是滿壘16-2 瞬間 好像這一個魔咒一破 就 信心就來了 是 做攻擊 但是這是一個中間方向的一個飛球 雖然可以接到 但這個距離應該是夠了 所以 連二壘上的跑者 神真都可以快速再推進壘包 所以呢 黑豆今天兩次打擊 一支安打 有兩分的打點進場 對 這個擬拳我一腳的狀態 這個球 哇呦又是穿出去的 安打再帶一分打點 今天八九兩棒 很兇耶 當然這個我想對於副棒來說 就是氣勢有起來 是 今天黑豆好猛喔 只有這個球 是 這個沒有掌握到 沒有掌握到 那這是安打 今天打自己的老東西啊 兩支安打 出棒 打到一個外野的飛球 有機會嗎 落地再一支安打 而且二壘上的跑者 要回來得分了 哇 今天王盛偉 三次打擊就猛打 而且呢 三分打點進場 這球雖然並沒有說 那麼扎實 可是弱點巧妙 希望這一次上來 就不要再下去 這球被他拉到了 左外野方向打得還蠻深遠的 結果 上去了 哇 哇 陳真 2022年的一軍手打席 他就開轟 用這支錢的告訴總教練說 我不會再下去二軍了 這真的是為自己打下一個好彩頭 對 嗯 這個球在外側是投得比較高一些 這個滑球跟得非常漂亮 特別是總冠軍戰的GAME4 他徹底封守統一師 陳秉潔反向的攻擊 來看一下落點 哇 陳真 最後的接球方式雖然 接得有點驚險 不過還是順利接殺了出局 一個接球的方式 陳秉潔這個擊球內容是好的 對 沒錯 最後這個接球方式有點別扭 不過有接到比較重要 劉激洪拉到了左眼方向 這球蠻深遠的陳真往後退 往後退在Warning Track 接殺了劉激洪的深遠飛球 因此五局下半 龍隊沒有能夠再從威迪茲手中 要到分數 比數還是2比1 是5比是4比4比4比5 剛開始熱身而已 洪韋漢送到了左眼方向 陳真 開揚直是掌握住了截殺出局 游擊方向打穿了 可是戴白鋒 他等球穿過去才起跑 現在還是要闖本壘 回船過來 沒有抓到 蘇芳漢將9局上半逆轉了戰局 4比3